不仅颜值抗打变时度也很高 偶遇46岁离子状态不减当年 现在随着社会不断在进步 我们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都越来越不一样 而且很多因为受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深 有很多时候许多明星的穿着打扮 都是我们一般人不能够理解的 而且很多的穿着打扮看起来是相当的夸张 而这样的打扮可能是只有他自己才喜欢 很多别的人就不是那么的支持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价 对于明星穿着打扮是要求越来越高 很多人即便是先天不足后天也是可以弥补的 毕竟现在的整容技术真的是相当的高超 即便是一个很丑的一个人 就算是身材不好长相也过不了关 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有钱有一个靠谱的整容公司 你就会发现什么都可以改变 不过一开始看这些整容的脸感觉还不错 但是在慢慢时间变化以后 男生整容的并不多 但是很多女生看起来感觉长的都是特别的像 而且很多都是女生都没有什么特点 长的简直都一样 比起现在这些网红 很多人还是更喜欢以前那些年代的美女 好像在他们那些年代没有整容 更没有现在的这些明星的化妆子这么高档 对于那些年代的那些明星想必很多观众应该还是能够说出一二头 像张曼玉这些这么漂亮的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而还有一个就是黎姿 很多人可能对于她的名字应该都没有很大的印象了 但是看到人就应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最近她被推上了热搜 就是因为她的近周被曝光 现在她已经有四十多岁了 但是她看起来一点没有岁月留下的那种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